今日财经快报 基金Q4减持7巨头Alphabet仓位被砍15%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如果美股七姐妹是一个国家 如果美股七姐妹是一个国家 照应该国股市市值将成为全球第二大 美股市场已被划分为美股七姐妹和其他493个标普500指数成员 菲律宾维持关键利率不变并称通胀前景风险消退 菲律宾央行连续第三次在会议上维持关键利率不变 即使在判断通胀风险消退之后 政策制定者仍旧保持警惕 菲律宾央行维持目标利率在6.50% 欧洲央行管委历史表明过早降息更糟糕 欧洲央行管委会成员 德国央行行长Wakim Nego表示 历史表明过早放松货币政策比过晚放松货币政策更糟糕 他表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如果你过早的降低利率 欧股开盘谱涨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55% 欧股开盘谱涨 德国DEX指数涨0.17% 法国KX0指数涨0.19%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37%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55% 马斯克发誓绝不收购任何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公司 特斯拉CEO马斯克加大了对特拉华州的抵制力度 宣布他旗下的公司绝不会考虑收购任何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实体 较早时马斯克发帖称 SpaceX已将其注册州从特拉华州签至德克萨 黄仁勋呼吁各国构建自己的主权AI基础设施 英伟达CEO黄仁勋本周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峰会上发表讲话时 再次强调了主权AI的重要性 黄仁勋在和阿联酋人工智能大臣奥马尔奥拉玛进行的一次炉边谈话中表示 瑞典央行行长特登 我们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降息 瑞典央行行长特登表示 通胀已下降并趋于稳定 因此利率应该已经到达峰值 我们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降息 然而存在可能导致通胀再次上升的风险 英国2023年下半年陷入技术性衰退英镑对美元触及日内新低 英国在2023年下半年陷入浅度衰退英镑对美元触及日内新低 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第四季GDP下降0.3% 经济学家预测为下降0.1% 英国经济在2023年下半年陷入衰退 英国官方数据显示 英国经济在截至12月的三个月内萎缩了0.3% 低于预期 而在7月至9月期间 英国经济也萎缩了0.1% 英国经济在2023年下半年进入衰退 斯特兰蒂斯去年实现营业利润243亿欧元 宣布30亿欧元股票回购 汽车巨投资特兰蒂斯周四宣布了一项30亿欧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尽管下半年增长放缓 但该公司在2023年实现了创纪录的销售额和税后利润 普京 北约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参考消息 据塔斯社2月14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俄罗斯电视一台帕维尔扎鲁宾采访时强调 北约现在只是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工具 SpaceX火箭搭载美国登月航天器发射升空 SpaceX的一艘火箭运载着一家美国公司的航天器在周四发射升空 该航天器计划登陆月球并结束美国50年的登月停滞期 名为Nova C的航天器由总部位于休斯敦的Intuitive 韩国1月ICT出口同比增长25.1% 芯片出口飙升53%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周四公布的初步核实数据显示 韩国1月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63.5亿美元 同比增长25.1% 在半导体出口的推动下 新加坡楼市创金融危机以来最软开局 1月新屋销售近281套 新加坡1月份的房屋销售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进一步表明当地楼市繁荣正在消退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月开发商新售出281套私人住宅 韩国余半数人口住在首都圈 韩国政府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12月 该国超过半数人口住在首都圈 韩国首都圈包括首都首尔 京基道和仁川 韩国先驱报援引政府数据报道 截至2023年年底 空客去年实现营业利润58亿欧元 宣布美股1欧元特别股息 空客集团周四宣布了一项特别股息 此前该公司公布了2023年业绩 受到创纪录的飞机订单的提振 但受到其陷入困境的太空业务的2亿欧元 新支出的影响 木头姐大举家仓特斯拉和Coinbase 进一步减持英伟达 当地时间周三 凯倩伍德旗下方舟投资管理公司 进行了一系列引入注目的交易 包括大举家仓特斯拉和Coinbase 并进一步减持英伟达的股份 拜登和特朗普谁当选美国总统更好 普京表态 2月15日电据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14日播出的访谈中表示 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相比 他更喜欢美国总统拜登 但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 日本经济衰退或未结束 顶尖预测师称本季将再次负增长 一位顶尖的经济预测师表示 即2023年末的意外萎缩显示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之后 本季度日本经济可能会再次负增长 这或让日本央行大伤脑筋 日本央行是否干预的讨论声不断日元期货合约压住攀制6年新高 交易员纷纷对冲日元进一步贬值和东京当局潜在干预的风险 未平仓的近期日元期货合约创下6年新高 根据周二收盘数据 日元未平仓合约量已超过了2022年底一系列干预之前的 全球最大矿业公司毕和毕拓对涅资产减计25亿美元供应激增至价格下挫 随着电池金属供应激增拖累价格下跌 全球最大矿业公司毕和毕拓对其澳大利亚涅资产进行了25亿美元的减值 毕和毕拓将于下周发布半年度业绩 公司并称 日本官员日本正处于宣布战胜通缩前的最后时刻 日本内阁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日本正处于宣布战胜通缩前的最后时刻 这番言论表明 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央行保持了一致 加密货币总体市值回升至2万亿美元以上亚洲相关股票进阳 加密货币广泛反弹 比特币价格徘徊在52,000美元左右 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回升到近两年前TeraUSD稳定币崩盘前的水平 大摩、特斯拉机构投资者士气空前低落 几乎一致看空 摩根士丹利对特斯拉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的一项非正式调查发现 许多人看空特斯拉并预计该股在未来6到12个月将表现不佳 这支中概股一度大涨超12倍 当地时间2月14日 每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收复了上亿交易日的部分失地 截至收盘到指涨0.40% 标普500指数涨0.96% 纳指涨1.30% 花旗维持澳门二月博彩收入195亿澳门元预测 花旗发布研究报告称农历新年黄金周首四天的澳门入境旅客总人数 较2019年的春节黄金周升约12% 截至目前内地游客较2019年同期增长约17% 股神巴菲特又有新动作 减持苹果增持这几家公司 来自金时数据伯克希尔哈萨维减持一千万股苹果股票 分析师预计这一调整可能会持续下去 最新公告显示 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Break A Brea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